糯米泡上三小时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山虾 儿子说想吃粽子 所以我们准备来包一点 刚刚泡了糯米 现在去摘点这个片子 终于来包 老爸在修这个蒸板 都不好来切了 要打草鸡蛇了 下去的话就怕有什么东西藏在上面 这样子会比较安静一点 不愿意的颜色就跟这个烟墨一样 现在的叶子 比起之前的来说要稍微老一点 这种包起来就要粗一点 不然很容易爆 继续差一点就用热水烫一烫 其实也是一样的 这种虫长得还可以 叶子挺大的 三层 一叶 毛毛盐 生抽 搅拌一下 这个粽子虽然我是包了很多遍 但是还是不熟练 老妈包个三四个 我最多只能包一个 现在我包了第一个 还可以吧 那没绳子 把别人捂花大半 哈哈 长得很漂亮好不好 可以的 我感觉我这一只包的粽子 肯定会特别的好吃 好 等我把它尝一下这个 嗯 你说 你说能包到多少个呀 嗯 绳子不够 肉可以包好几个 要把这些糯米都全部包完了 羊羊想吃 所以特地还多包了一点 要不要大一点回去吃啊 我们要回湖北了吗 可以 成功了一个 这个飞不飞 哈哈 你说我们包的这种口味的粽子 妈妈她们会不会喜欢之类 不晓得 谢谢你的手黄 哈哈 我现在包的这个是我今天包的最大的一个粽子 我里面放了两块大肉 吃到这个就有福了啊 等会你包的我全给你吃掉啊 我不嫌弃你 我嫌弃你 你衣服上面那个沾的浴河的那个汁洗不起来了 衣服费了呗 要说是真是不要的 哈哈 我也费了一件衣服 就包了这么些 好像糯米泡的有点少 中叶跟那边的肉鲜都有点多 组装的起来 这几个小时了 应该熟了 我先用冷水把手冰一下 贴手 来 吃粽子了 芽芽过来 吃粽子 我帮你挑一点 你妈妈做的肉好多的啊 这个最大的给你吃下看 这是我包的 小心烫 吹一下来吃 我还以为就是我包的会炸出来 结果挺好 味道如何 评价是 都挺好 因为有点烫 哈哈哈哈 心情吃不了热动作 慢慢吃 啊 好 这挺好吃的啊 要是早上拿不去做饭的时候 那两个吃挺好的 这煮粽子太费时间了 煮到三个多小时 才把那个煮熟 嗯 好 人家都比较喜欢吃粽子的 好 今天就先放到这了 拜拜了 拜拜 好